六灵童张宗毅于今年的1月31号大年初一在浙江的绍兴病逝 享年90岁 昨天六灵童张宗毅的追悼会在绍兴举行 众多人赶往现场参加悼念 妻子六小灵童念完道词 念到伤心处的时候泣不成声 称父亲六灵童是他艺术上的严师 生活上的慈父 并将努力继承父亲的遗愿 昨天天空中飘着雨丝 九点半不到 绍兴并管门前就聚集了赶来参加追悼会的人 人们左臂衣服上佩戴着白菊 以记哀思 猴王稀有风范长存 追悼会大堂内这八个字下面挂着六灵童的银像 兵并管内大约聚集了三四百人 现场挤满了人 甚至已经排到了门外 追悼会开始 张宗毅先生的子辈和孙辈 分别上前念追悼词 缅怀惊人祭奠仙人 十点左右人们缓缓前行 向六灵童遗体告别 记者了解到 现场前来悼念的不仅有六灵童生前的亲朋好友 还有不少同行戏剧界的人士 不少市民也自发前来为老先生送行 寄托艾思 我们小一辈子他也只有最终了 哪怕我们家一夜时间 他也给我们接受 给我们搞 其实一夜时间就在一起 我都没有帮忙 死我们 去哪儿 张宗毅一名六灵童 少星人 著名演员六小灵童之父 著名少剧表演艺术家 他游功侯戏 表演神行兼备独树一帜 开创了侯戏活灵的南派风格 有中国南侯王制称 其代表作友 孙悟空大破平顶山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火焰山等 其中尤其是主演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剧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 给予高度赞扬 毛泽东和郭沫若 曾经为该剧撰写诗词 对剧本和演出 做出高度评价 中星社报道